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车有保任意第三人责任保险 有财务损失理赔可赔偿B超跑车尾 至于B超跑追撞A超跑的部分 B超跑车主如果有保任意第三人责任险 就可赔A超跑车尾 B超跑车头就由车主自己的车体损失保险给付 但如果是A状 所有责任都是C车造成 C车可用任意第三人责任保险 A超跑的车尾 车头跟A超跑车尾 但是如果C车是无照驾驶或酒驾 保险可是不理赔哦 C车如果事前有加保超了责任保险 假设任意第三人责任保险 每一事故才损保险金额50万元 加保超了责任保险1000万元 如果B超跑跟A超跑修理费 共要500万元 因为C车任意第三人责任保险 财务损失理赔最高上限是50万元 剩下的450万元休理费 可用超偶责任保险来理赔